他能不能把价格给到两百万 你们都说我贪 我发现你比我更贪 你就别做你那二百万的大头梦了 就八十万多一分人都不要 郑青啊 这是你和郑山做的第一笔卖 做生意啊 重要的是谨慎 不要指着一笔买卖又赚大钱 谁满则意这个道理你知道吗 就是啊 你识子大开口 人家不给钱你不是孔恋嫂子吗 再说了 人家对行情都很清楚 那刘欣欣商行啊 他为啥能卖出比黑市还高六七位的价钱 做生意关键是机遇和运气 龙兴商行那是赶上了 郑青啊 能赚几十万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你啊 知足吧 这是 人可靠吗 靠得住 是一个正经的商人 听口音啊 还是咱们陕北人 啊 傻盆啊 傻盆哪里啊 哎呀 我光顾谈价钱了 忘了问了 哎 你没问他 把货卖到哪里去啊 现在只是一个意义下 行有行归 放心吧 我看这个生意啊 你能赚个几十万就不错了 可以做 做生意我外行 大 大伯 你们定 郑青 郑珊 明天你们再去和客商见见面 好好谈谈 如果日后 不给我们添乱 就成交 嗯 好 我们先来 好 你跟你 DM 你 IRS 不得不得了 这两排房子是鬼子的住所 这个是发电厂房 这个大门处有两个鬼子把守 这个瞭望塔上有一个鬼子 配备重机枪 天黑以后负责看照灯的巡视 堆放物品的场地上 有几个鬼子的流动上 这几个房子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很少有鬼子进出 整个山外只有这一条通道 白天会有卡车经常从这出路 中心货物 铁丝网上有挂雷 鬼子是六人一组 每隔二十分钟沿着铁丝网巡逻一圈 我们看到的鬼子人数 大概是有五十二人 张公还看到了青木那个狗人 看来白天是没法打了 只有晚上偷袭了 只能对 三爷也是这么想的 那鬼子沿铁丝网走一圈的话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呢 张公算了算 三十分钟左右 这么说 第一组鬼子还没回去呢 第二组就出来了是吧 对 第二组鬼子走到这儿 第一组鬼子就回屋了 三爷 你看怎么打 先在这个位置 消灭掉六人一组的巡逻烧 然后在十五分钟之内 把货场上和 瞭望塔上的烧兵再杀掉 趁第二组烧兵 巡逻之前动手 把他们堵在这个屋子里 一举解灭 你干怎么样 行 听你的 不过 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行 应该抓一个活的 要搞清楚鬼子里面的情况才行 二爷说的没错 明天就干 可问题是 我这次回来只带了十六个人 光杀岗哨的人 就得需要十个人 人手不够 没事 人手不够 再想办法 这次 一定要把你帮出手干掉 二爷您放心 只要兄弟能进去 一个不留的通通杀光 教导员你看 乔队长说这处鬼子仓库 就是咱们要找的秘密弹药库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乔队长说 鬼子的弹药库戒备非常的森严 兵力在六十人左右 而且有重武器 咱们要是强攻的话 游击队的人手不够 火力也压不住鬼子 你看 鬼子的增援兵力 大概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到达 我看最好的办法 就是袭击了 嗯 我回来了 诶 月兰呢 月兰还没有回来吗 没有啊 出什么事了 回来的路上 我们遇到特务金梢 然后我俩分开走了 回来了 姐 你也回来了 月兰 我前脚刚进门 你后脚就到了 月兰 去哪儿转去了 我没转 我绕了五条街 才把那些特务甩掉 见到叶青了吗 没见着 叶家好像出什么事了 院子里很多人 云霞说 二爷不在 月兰 我发现叶青 对你很不错 她看你的眼神 很自小 姐 我猜跟那个土匪 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 她对你很不一般 你看我们俩在一起 她又让你吃 又让你喝 还亲自给你包橘子 就当我 完全不存在一样 看来二爷 对你真不错 你还一口一个 土匪土匪的 月兰 你就知足吧 连咱们教导员 都享受不了你的待遇 就是 三爷啥时候安排打鬼子呀 我还能赶什么 买卖今天不就了了吗 他们要不来了呢 二爷叫你沉住气 他们肯定会来 我是怕把价钱压得太低 他们不卖了 你就信二爷的 人家念过杨学堂 脑子好使 天宝 杜仲哥 他们来了 已经到大堂了 我就在走廊里啊 对了 这个 这是三爷让我给你的 说抽这个 才像有钱人 怎么样 怎么样 嗯 哎呀 咳咳咳咳 咳咳咳 许老板 来 furniture 你们认识啊 我们好多年前就认识 对吧 何振秋 是 我们在隋德就认识 我呢 也做买卖了 不杀人了 周老板 这房间不错啊 谈谈谈谈 随便看 怎么样 你们商量都怎么样了 商量过来 聚集的和郑青再把我收拾 我还得在这儿等着 要不你先回去 行 那 一会儿 可别紧张 行 那我先回去 杜老板 你来太原几天了 算上今天 第三天吧 你不在 你不再光了脚板 赶着牲口瞎就转了 人吗 二十年河东 二十年河西 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不对 不对 是二十年 你看你 不到三十岁 就变成个穷光蛋了 行了 我没功夫给你嫌扯的 说这事儿 哎 叫多爷 蔡奇 二公没在啊 二公出去买菜了 岳兰去叶青那儿了 去了 叶青抢走了杜众 岳兰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呢 哟 那岳兰一个人去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岳兰又不是孩子了 没事儿的 教导员 你在前线的时候 有没有听说过义勇队 那支队我作战凶猛 装备精良 八铁路 炸仓库 打运输车 奇迹鬼子据点 但是有不良习气 军纪不正 还枪毙俘虏 乔队长说 义勇队是叶青的队伍 目前已经扩评到了 三百多人了 怪不得那支队伍 像一群 没有被驯服的野马呢 乔队长在叶青那儿 买过枪支弹药 是通过杜众引荐的 谁引荐的 杜众 而且那批枪支弹药 杜众是分文都没收 这么说 越南朝思暮想的杜众 在叶青那儿 看来上次去办事书找越南 自称是越南汉子的人 就是杜众 没准 越南今天就能见到杜众了 二爷窝里啊 现在有咱自家的人了 我看这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越南啊 很快就能见到心上人了 这就叫车到山前必有路 柳暗化名又一村 来 来 杜老板 你给的价钱能再涨点 不能 你给的价钱 有点低啊 恐怕我们不能卖 能卖你就卖 不能卖你就走 别在这儿瞎耽误工夫 我还有事呢 这生意不成是常事 咱们就这么着吧 多长时间 再耽误一会儿 来 坐坐坐 你的药去向是在哪儿啊 何振青 你他娘的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我还没了你 你的药是从哪儿来的呢 行了 杜老板 你快点啊 人家都等急了 你没看我这儿有客人吗 什么客人不客人的 吉田大佐说了 你要的东西啊 他都给你 真的 对啊 走吧 好好好 你先到屋里等我一会儿 我把客人打发走吧 咱们就过去 好不好 那你快点啊 乖 杜老板 那这按照你价钱吧 货放在哪里 今天晚上六点来接我 验货 付钱 货我自己装车运走 好 杜老板 那咱们就成交了 那就成交了 哎呀 谢谢杜老板 哎呦你客气什么呀 你卖我买公平交易 我还有事呢 二位就 哦 不打搅了 陈青 走 别忘了今天晚上六点 您放心吧 啊 好 哎呦 杜忠哥 我演得怎么样啊 你演得好 比我演得好 你演得也不错 哈哈 哎 那个 就是刚才 大屁股的事 就别告诉你 天保和月兰了 都是为了抗日 嗯 哈哈 月兰 喜欢吃什么 自己拿 别客气 叶掌柜 别叫我叶掌柜 叫我叶青 好 叶青 帮帮我们的忙吧 我们真的很急需要 不停 我 不停 抗战是全国人民的事 大话我听多了 你记住了 我不会陪你做生意的 你也休想在我这儿拿走银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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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展规 都啥事了 没事 我院门关上 有人问起的话 就说不知道哪里打枪 哎 哎呀 别生气了 赶紧吃饭吧 啊 妈 臭干脚 看在我面前药不扬威的 哎呀 邓居 钱都挣到手了 过去的事 忘了吧 啊 你没看他在我面前 摆多大哭了 我要你还是给我气我 你们两个都不知道 那兔崽子差点没打死我 有什么事 那兔崽子差点没打死我 那兔崽子还被人家 那兔崽子还被人家 天真也被人家 这兔崽子还被人家 这兔崽子还被人家 把人家扔了 你 把人家扔了 来 这兔崽子还被人家 还被人家 这兔崽子还被人家 太原警备司令 妈的 我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我非弄死都种不可 改对 弄自大 不过现在赶紧吃饭 赵亭哥 吃饭吧 回来了 这怎么了 跟树双打的似的 姐 我把他打了 什么 你开枪吧 对 把枪交给我 叫出来 你上了什么地方了 打到胳膊上了 上得重吗 不知道 你 你怎么能开枪呢你 姐 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了 我不知道那枪 我是怎么打出去的 我 我们党的抗日政策是什么 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 你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明白 看你怎么拿 对叶青这样的人 我们要实行 有利有节 有礼的策略 你怎么能对他 开枪呢你 走 跟我走 去哪 去给叶青 陪李道的坚决 我不去 走 我不去 你 你不去关你禁闭 蔡青 赵导演 把月来关你七号 禁闭三天 进 什么呀 这是命令 是 月来 你这次严重地违反了纪律 在禁闭期间 你要好好地反省 好好地写检查 知道吗 开不快去 进步不小了 来 行了 我自己来吧 你胳膊好点没有 没事了 这月兰对你的成见还挺大 是 不能怪他 是我的话激怒了的 有时间啊 我去找趟月兰 跟她好好谈谈 不用了 脚踪三窟 你找不到他们的 那你跟月兰你们 你就不用操心了 共产党人的做事风格 我特别地清楚 他们一定还会再来的 我看你一点都生气啊 不生 这也就是越南枪法不好 这回啊算是一命大 是他舍不得打死我 月兰 你说你都是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了 怎么能做出这种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事情呢 少说我了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月兰 教导员有没有告诉你一件喜事 他啥都没说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听了呀 我保准你都乐得合不上嘴 说吧 什么好消息 我知道杜仲在哪儿 什么 你知道杜仲在哪儿 真的 你激动什么呀 蔡希哥 你告诉我杜仲哥在哪儿 杜仲现在就在太远 他在太远 杜仲哥在太远 你在这儿好好写检查 写完以后出去就能见到他了 他跟谁在一起 他跟二爷在一起啊 什么 他跟二爷在一起 你瞪我干嘛呀 他是跟二爷在一起啊 他怎么能跟二爷在一起 他竟然敢跟二爷在一起 他是不是以为 是不是以为我咽气了 你说你怎么是一个变脸鸡呢 你 他怎么竟敢跟二爷在一起 这个王八蛋 我绝对饶不了他 他竟然敢跟二爷在一起 姑奶奶 这个王八蛋 姑奶奶你别生气 我 我走 别生气 别生气 我走 我走 何天 月蓝这三天吃喝就由你负责 是 蔡奇哥 把他给我看好了 除了上厕所 就别让他出这个门 是 他心眼多 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你放心 他除了上厕所 说啥也不让他出来 行 来 出了问题我饶不了你 是 嗯 嗯 救我 月蓝这孩子 从小就死将 在这上学的时候 没少跟男孩子干仗 他打就这么一个孩子 也舍不得打吗 生就把他灌成了这个样子 月蓝犯了严重的错误 还不赔礼道歉 等过两天他知道错了 我就带他回来 月蓝不懂事 是得批评管教 何脸呢 姑问你 月蓝拉上后生没有 他没跟你说吗 我问他 他没说呀 月蓝 他早就有心上人了 不过自从月蓝出世以后 他们俩至今都没有见面 那后生在哪呢 他在太原呀 能带我看看吗 那后生啊 你一定见过 我见过 是谁啊 你还记得月蓝离开太原的时候 是谁把他带走的吗 是黄掌柜和一个年轻的娃 对 就是那个年轻的娃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好 好 那后生好啊 那后生好啊 月蓝爱上的 就是那个后生 哎呦 哎 喝水 喝水 哎呦 哎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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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请不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爷 三爷 这儿叫河川储备库 他叫水眼应男 是个大卫 主要负责物资调配 问问他 底边有多人把守 都是些啥货 头是谁 那边有多人把守卫的守卫 哪里有多人 谁有多人 76人 中卫全部弹薄 正在值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弹药 他们的长官是 轻木大族 天猫 把图纸给我 你让他 在这个图纸上标明 哪里有暗保 哪里有港哨 哪里有暗哨 移动哨的活动范围 共有多少哨兵 换岗时间 这个 发电机的具体位置 韦德都住在那几个房间里 还有最重要的 轻木住在那房间 是 ここに 把揭露铭 他已经标好了 三爷 他已经标好了 发现 咋样 问完了吗 没啥可问的 我 他说他有老婆 和俩娃 让咱们不要杀他 竹杀 放纸 小丹 来 交给你了 好 竹杀 来 给 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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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他跟我来 快 行 走 老人来 这是成事 上次战场就好了 走 调马金生去长治 什么时候走 这个由你来决定 潘蕾那边有消息吗 害黄金华的人一直没找到 看来是失踪了 那跟踪越南那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的身份已经查清 是马彪的密探 越南同志 能够冷静地面对敌人 并能安全脱身 不简单啊 康大姐 你就别再表扬他了 怎么了 他快把我气死了 昨天 他差点一枪杀了叶晴 我关他禁闭了 他怎么会这么冲动啊 说来话长嘛 院长 有个姓白的人要见您 好 我去就来 好 麻烦你去一趟京东商贸 告诉马金生 组织上派他去长治 让他做好准备 好 我这就去 叶晴 月兰来了吗 没呢 你去哪儿呢 江湖水那儿 怎么样 他从石家庄 搞到你三十件药 明天到货 那是要设法 搞上同情证了 是啊 从现在开始 没有什么大事 你就不要出去了 被何家人看到你 就不得了了 我想的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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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